所以剛剛的部分我大概有把它列表 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其實可以到雲端白板上面看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我好像放了一個 論語查詢系統 然後這邊打開 其實我剛剛做的動作 把它列在這邊 兩個變一個 那取代應該記得吧 那個段落的話是這個向上符號 那個向上符號是 SHIP加6 再加一個P 這個就一個段落 兩個的話就是這樣 兩個段落 有沒有 你也可以自己打啦 你也可以用那個有沒有 它裡面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你 然後變成一個段落 一個段落就是這樣 向上符號加一個P 就是這樣把兩個 那空白的話就按空白 然後取代沒有就是後面空的 那還有這錢瓜符變成什麼 變成那個點 OK 點這個應該這樣 加一個前後 把它變成點 那最後的話取代 就是可以 記得從哪裡 從 插入表格 有沒有 文字轉表格 然後可以把它轉換之後 它就可以變成我們要的四個欄位的表格了 OK 那再來把它貼過來 那就有偏跟斷 還有內文 那你說老師 那可是很多資料裡面並沒有偏 也沒有 比如說沒有偏 也沒有斷 也沒有 這個訊息 它只有這個內文 那我們怎麼區分呢 其實這樣啦 如果說你假設那個資料 它沒有分割 你可以一段 可能拿句點吧 有沒有 有沒有 一句話 句點 一句話當成是一個內文的一個儲存格內容 也不要太長 一段好像太多了 一句話 一句話當成一個儲存格 那你說這個最後呢 那個偏怎麼辦 那如果沒有偏 你也可以怎麼 自己加嘛 那怎麼加 你怎麼一直往下加 不用啦 你就是直接 拖拉下來 它如果 直接輸入個 有沒有 向下拖拉 不就有1了嗎 這個段怎麼加呢 1 那下一個如果你要變2的話 按Ctrl鍵 向下拉 有沒有 1先輸入了 然後在這個空點 按Ctrl鍵 然後向下拉 這樣不就有了 所以啦 其實只要內文轉出來 然後再加偏 再加段 不就OK了 那其他 我們如果可以 把這個篇跟段內文 做完一個 但是有18篇啦 不過18篇這個後面 我就不demo了 請各位自己再去努力吧 我這樣最後做出來 因為其實我已經做完了 這個應該已經做出來了 總共的話有沒有 第一篇 然後段 內文 OK 然後Ctrl向下我看一下 總共 這邊 總共的話有這麼多資料 有沒有 第1篇第2篇有沒有 總共的話就是到應該第18 第19 總共20篇 20篇 那這個20篇裡面的話呢 那如果要查詢 我想要知道一下 到底 你仁義理智 比如說我們就可以假設有這個東西了 那我就可以拿這個內文的部分 仿照之前的這個 成語的統計 你就還記得吧 之前我們做過 所以你就可以在旁邊 再增加幾個 統計的那個 關鍵字 比如說關鍵字 我想要仁義理智 等於五個字 仁義理智 信好了 OK 數量 那我可以拿這個表格 把它放到這個旁邊好了 也是統計分析 然後我把它改一下 數量的話呢 這個是 之前的公式 我先 把它擠立的掉 那怎麼統計這邊的話我就可以 一樣輸入 順便倫語 然後 這邊的話我是找人 然後 意好了 這個應該是蠻常見的 理 不過字的話 可能 一般 一些古書裡面好像不是這個字 不過我們先打了 字的話他有 也有可能是那個知識的知 就是 信 最後統計的話呢一樣嘛 用count if 那插入函數有沒有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這個論語 這個範圍 的資料先定義一個名稱 定義的方式的話呢 我是直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要不要放c1 c2 然後control shift向下 這邊的話給他一個定義的名稱叫內文 這個就是內文 所以你把內文名稱打上 去 那為什麼要特別把這個範圍定義 因為待會我們會用公式叫count if 所以 插入 還記得吧 之前我們用過統計類的 算一下他的數量 算一下 所以count if這邊 count if 然後 範圍 所以他第一個問題 範圍 F3 剛剛不是有內文嗎 你去幫我找一下內文 好 找什麼條件呢 有沒有人這個字 但如果你點人的話呢 他一定沒有 沒有 為什麼因為 他是要在這個中間 所以記得喔 你點A2之後 記得前面還記得什麼 前面是什麼 前面是一個雙引號 end 好了 然後面的話 一樣是end 雙引號 那裡面補一下資料 補什麼呢 補 等於 他的開頭等於 星號 有沒有 等於星號意思說 他前面不管是出現什麼字 或者是他尾巴不管出現什麼字 反正呢 你都幫我找找看 那個除塵格裡面 只要人那個字 就幫我算 一個數量 有1 有1 加1變2 加3加4 加完之後 得到什麼了 59 OK 按確定 那其他的話你就向下填滿 答案就出來了 有沒有更多的呢 OK 看起來 所以我這樣說 他說字這個好像 如果你用這個字 因為現在是用這個字 但是以前好像用這個字 也許你把它改成 算了 那字會不會又是又又跟另外一個那個 重複到 所以這個我們先用字好了 OK 73 所以喔 怎麼辦 你可能要再去細部再看一下 裡面到底他是 到底是不是拿來當字 還是知道了字 可能這個比較麻煩一些些 所以 所以也許我們先統計好了 字這個字 好 那最後當然呢 一樣 你可以再把它匯個圖 畫圖我們之前是用那個 先插入那個什麼 直條圖 然後最簡單的好了 這個數量 有沒有 馬上統計出來了 馬上就可以知道一個圖表了 看起來其實還蠻 蠻高級的 有沒有 如果你要凸顯的話 你可以把哪個想要凸顯的點一下 甚至他按右鍵喔 這邊可以填滿 顏色可以改一下 改成紅色的 填滿 變成全部填滿 所以你要這個個別的話 你就再點他一下 這個 填成紅色 這樣 人的話 數量多少 接近 60 就是59 OK 那這個上面的標題也許可以改一下 然後 把之前 成語的 那個相關練習 把它換成 論語看看 當然你說老師那如果我不想要論語的話 可不可以用別的經典 當然可以啦 你找一個文學系 但是你字數不要太多 不然太多的話 會自己找自己麻煩而已 OK 好那請各位 試試看好了 把那個 就是第1篇 第2篇 第3篇 全部的資料呢 通通轉成表格 試試看 轉完之後再算一下 這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的話 乾脆這個練習 就兩個 就一個 就是把 論語 轉換 成 這個表格就可以 論語轉表格 然後第2個 就是做一個簡單的 關鍵字統計 好 就來 就是 搞不定 你說 這一個